好同学们这堂课呢我们来聊聊这个心理健康啊 首先呢我们先说这个心理健康的定义是什么 而这东西啊你不用去背啊 听我说下去了 什么叫心理健康呢 说法也叫心理卫生 这心理卫生课咱们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好像貌似都学过对不对 那心理卫生课嘛 那所以这个心理卫生呢 其实是一种教育和一种措施 让我们这个心理状态呢 往好的一面去发展 大概就讲这一次啊 至于它的意义在于哪 这东西我们稍微知道也行 你心理健康了 你就不会有心理疾病啊 这很好理解 那第二方面的话呢 就是有助于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往健康的方面去发展啊 这也很好理解 第三个呢 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 这不是也废话吗 精神文明讲的是什么呀 精神文明其实就是讲的咱们这个心理的状态 我们不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吧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一直推行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呀 就是我们的国家的高层的话呢 也发现了我们这个老百姓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乏一些精神的信仰 那不能光拜金去啊 我不能光搞拜金 这个哪行呢 对不对 你得有一些精神信仰 这精神信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东西啊 所以为什么我总说 习大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啊 包括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精神上的这种寄托 另外的话呢 他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 就是法治社会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好事啊 后边我们就会体会到了 好在后面要点二 就是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这标准有两大标准 一个是马斯洛啊 马斯洛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他提了十个标准 但这十个标准反而不是考上重点啊 为什么呢 没法出题啊 要么这出题这太复杂 谁会呀 所以这个十个标准呢 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行了 那我们关系有几个标准 我们关系的标准其实更重要啊 那有人说老师这东西我要不要看一下呢 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全部都是好东西啊 比如第一点 他说 我看他心理是不是健康 那第一个呢 他有没有适应能力 你能够适应这社会 你当然是心理健康的人呗 对吧 好 第二个呢 对自己的能力做出恰当的估计啊 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做个眼高手低的人 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 现在毕业的大学生啊 眼高手低啊 说动不动你跟这个老板就说啊 我要月薪十万啊 什么月薪两万 这些的 你说这实际吗 这就不适应实际 这其实就是用心理不健康 说啊 要钱要的多 这也算心理不健康 那你以为呢 你不觉得中国现在很多问题 都是因为中国人宁气太臭 极金 就是非常着急啊 急功近利的 这其实就是用心理不健康 你要你要 就要有这个 跟实际相符的一些要求才行啊 所以这就是对于自己的能力 做出恰当的估计 我有多大的能力 我就收获多小的工资啊 就这意思 好 第三个呢 就是生活的目标 要切合于实际 我们不能说定的目标 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说非要当总统啊 怎么怎么样 那当然了嘛 就就是这意思啊 与现实的环境保持接触 心理健康的人的话呢 肯定要跟社会接触才行 因为人呢 是社会性的动物 你不能孤立啊 那肯定不行 跟马家爵一样 那显然不行 好 第五个呢 就是保持人格的完整和和谐 我都能够和社会接触了 我当然是一个完整和谐的人 我既然是一个和谐的人的话呢 那我肯定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那这是很好的意思 我们就找它的观念性啊 还有呢就是有从经验当上学习的能力 我要学会学习 要总要经验 吃一剑 长一智 你看这都是好东西吧 好 第八个 要有适度的情绪发泄 要控制 你不能说无限的发泄啊 每个人都会预见一些挫折 包括我也是 但是这个要不要发泄呢 铁定要发泄 不能憋着 有事就得发泄出去 但你不能过度的发泄 你不能说 好 我受到挫折了 我就打砸墙 把别人弄死 那显然不行 那我可以适当的 比如说喝点小酒 跟朋友聊聊天 发泄一下 吐个槽 这就完全可以的嘛 好 那第九个 那就是不违背 这个集体利益的前提下 适当的发挥个性啊 这是什么 什么叫适当的发挥个性呢 就是个性 我们都知道 就是人格 就是人格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 我在这个科里 我在这个科里干活啊 科里干活 如果我不影响其他人 比如说我不会影响 不会出现什么医疗事故 或者不损害 其他大夫的利益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搞一些创新 可不可以呢 完全可以 就这意思 还有第十个 在不违背 这个社会规范的 这个情况下 个人基本需求 得到恰当的满足 那这个也很好理解啊 也是好东西 比如说我想提个工资 明明就可以拿到这个工资 这个时候 我跟主人说 我干多少活 你给我多少钱 这完全可以的啊 好 这个呢 你们就只需要知道一点 都是好东西就行了 好 但是更为重要的就是 我们国家心理健康的标准 一共是五大标准啊 五大标准 好 这五大标准怎么记呢 我是非常好记啊 第一个是有智常 我们看一个人心理是不是健康 首先他有智常才行 你说啊 这智力也算是心理健康的标准 那可不吗 而且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条件 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标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说你都是一傻子 你说我说话你都听不懂 你能说他是一个 这个心理健康的人吗 显然不行 对不对 因为 因为 为什么呢 这个心 源于哪 心 源于脑 我们一开始不就说了吗 所以你只有有了脑子 有了智力 你才能够有心呢 是不是意思 是的 所以第一个是有智商 有了智商之后呢 要有情商 要有情商 比如说这个题可以怎么改呢 他改成这样的 一个人呢 他表现实乎很非常愉快 非常开朗 非常自信 请问你 这属于心理健康标准 哪个标准 你就选情绪良好 就这么来考的吧 好 有智商 有情商 有智商 有情商之后 他是不是就可以人际和谐 就可以跟周围人交往的 非常非常好 是的 好 人际和谐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适应这个环境 适应这个环境 没错 我在公司也好 在医院也好 我都能够好好的工作和学习 好 那这个一个适应环境的人 最后我给这人的评价是什么 他是个人格完整的人 注意哦 是人格完整 而不是人格完美 好 我们看题怎么出的 心理健康不包括什么 有智商 有情商 有智商 有了情商之后 他就能适应环境 适应环境 他就是人格健全的人 好 但是这个意识清晰就不是吧 这个意识清晰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昏迷了 你就不能说我这人怎么心理不健康 怎么怎么样了 意识清不清晰啊 它是一个查体的标准吧 它是意识障碍的分度啊 所以这个不算跟心理健康没什么关系啊 风马牛不相及 牛头不对马嘴啊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 当然选的是四弟啊 就这么考的 好 新闻二呢 是心理健康的发展 这并不是考上重点啊 就不同年龄阶段的这个心理的健康标准 还不太一样或者他或者说他的问题和他的对策不太一样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婴儿期 这个地方呢 我只想给他提最重点地方就行了啊 好 那他的问题主要在哪 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发育迟缓 还有一个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因为我们家晚上现在才六个月啊 六个月的时间啊 所以我就能体会到啊 就是我孩子老小哭哭啼啼的突然晚上睡觉 你晚上跟他睡觉以后 你们要是养你们以前养的孩子呀 你们肯定有这个有这个印象 晚上玩啊哭突然就哇就给哭起来 晚上根本睡不好对不对 为什么呢 情绪特别不稳定啊 但这个时候呢 那就是我媳妇必须得睡在边上 这个时候马上给他把哪一位 还立马就秒睡着 所以这个孩子的婴儿期 也非常好哄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妈妈呀 给他形成建立一个一脸关系就行了 好好抱抱他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回事嘛 就典型的求抱抱 好这婴儿期啊 婴儿期的话呢 我们在心理学的概念就是三岁以前啊 三岁以前啊 好那到了三岁呢 三岁到六岁的这个称之为幼儿期 这幼儿期说白了 还是我们上幼儿园的事情呢 要不然幼儿园 为什么叫幼儿园呢 那顾名思义三岁以后上幼儿园了 上到六岁 我们就该 六岁以后就该上小学了啊 就这么回事啊 那幼儿园呢 主要的这个问题在哪呢 主要是几个方面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产生初步的一个友谊感 因为幼儿园孩子在地上玩嘛 打打闹闹闹嘛 第二个呢 这个时候呢 要学会理智感和道德感 你说完了 你不能说没事 抢别的小朋友东西吃 那铁定不行啊 所以要有道德感和理智感 好 那怎么去对策呢 对策这个地方 讲了一堆的东西啊 其实我告诉你 最关键的就是一点 其实同学们啊 其实我现在给你们讲的就是 如何去养儿育女 在婴儿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去多抱抱他 形成一个依恋关系 在幼儿园这孩子啊 他最关键的是干嘛呢 学会怎么去玩 最关键啊 学会怎么去玩 最关键啊 所以玩耍和游戏 是幼儿的主导活动 你就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啊 所以幼儿园你上好语话 我其实觉得 关系不是特别大啊 不是特别大 有人说不是可以给他 提前学点小学知识啊 这东西你可以自己教啊 你儿童期 也就是在小学这时期啊 小学时期呢 这个时候啊 这孩子你会发现 一点一点长大 就开始形成了思维了 而且记忆力呢 也会不断的不断的 一个越来越好 发展的越来越好啊 情感呢 也是在不断不断的丰富啊 你看一年级小朋友 你看起来很呆猛 那到六年级的时候 这孩子那个情感就非常复杂 这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些 早期的这个青春期的萌动啊 青春期的萌动 你们都知道啊 也说完了 就是对异性会产生一点 那么一点感觉吧 就是你一点感觉 他只是感觉啊 只是感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孩子发育的比较早 你看有了孩子四年就来越京了 就这么回事 那可是小学 我们最关键的是在哪呢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买学区房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小学最关键的就是 培养他的一个习惯 各种习惯啊 什么学习习惯也好 或者是这个生活习惯也好 都是在小学当中形成的 而你买了学区房之后呢 这个周围的孩子呀 都是什么呢 都是不非富即贵啊 什么官二代的 或者什么富二代的孩子 这个家长肯定会 给他养成一个好习惯 同学有个好的习惯 是不是也带着你们家孩子 也有个好的习惯呢 那是的 那就这么回事了 所以儿童期有点小学期的 最关键的就是形成一个好的习惯 而青少年期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多了啊 青少年就是初中啊 高中这个时期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会出现这么几个问题 最主要的肯定是学习问题 所以初中其实你没学好 你再想高中再给他补上来 就有点困难了 好这是一个 当然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焦点问题 特别中国的家长 就这么回事 第二个呢就是情绪 还有情感的问题 情绪和情感在往下发展的铁定 就是这个恋爱和性的问题 这个我们都知道 特别现在中国人开放了以后 就变成这样的 中国人是要么不开放 要开放了以后 就如洪水一般连绵布局 我曾经管过这样的病号啊 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医院边上有个中学啊 有个中学 反正能够 反正这么说 一学习的话呢 应该可以有那么两到三个啊 初中生或者高中生来堕胎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一个初二的一个小女生啊 14岁啊 14岁一个小女生 过来堕胎 我倒吐血啊 我都服了她了 这边呢拿着这个初中二年级的这个语文 你这个在那看着书呢 这边还是堕着胎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特别吓人啊 所以这个 其实就是他最主要的问题啊 那有人说这个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 其实你会发现这孩子啊 这是男女谈恋爱啊 其实很多问题啊 其实都是家庭因素所导致的 因为很多小姑娘或者小男孩的话 那在家里如果他找不到温暖的话 那么他就只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去找温暖呀 如果爹妈对他不好 那这时候出事了 那这时候他的旁边男同学 特别关心他 特别爱护他 那这时候他觉得 哎呀有个人对我特别好 我也特别单纯 他对我好 我也得对他好 我也可以把我的肉体奉献给他 大概就这意思吧 这就是 就会导致这一系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创造好好的这个环境 家庭氛围得好 学习和社会的氛围也得好 哎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东西也不是什么 洪水也不是什么野兽 只要你预防好了 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好再往下呢 就是中年时期 中年时期是问题最多的时期啊 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 我们其实各种能力都开始下降了 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啊 什么反应的速度啊 记忆能力都变差了 所以你在职场竞争不过人年轻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医生还好一点 我们医生的话呢 视野单位啊 视野单位还算是受到保护啊 所以有一天我觉得 如果我们医疗要是彻底放开 是出事的啊 那种老大夫 那反应能力也差了 你这个 你你你这个学习能力也变差了 你说那种富高正高 他只特别是正高啊 正高他可能这水平 并不如我们的高年子主治呢 真的是这样啊 就是这么回事啊 只不过现在你保住他 好像哦 越老了大夫越牛逼 其实很多情况并不是这样啊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渴望健康和追求成见的矛盾 我也想要成就 那这个时候我得拼命的去工作 所以啊 呃 华为不是有个广告词特别好 忘了把那边图片给你们看啊 他说什么呀 就是成功的背后都是痛苦 都是这样的啊 人际关系的错误复杂 中年呢 上有老下有小 很复杂 很复杂 还有很多关系 什么婆媳关 这的那的很多啊 这个很好理解啊 第四面 家庭和社会的双区矛盾 什么意思呢 我又想把家庭给他弄好 又想在世界上成功 其实确实有点矛盾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总说这么一句话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女人 确实这样的啊 所以女人确实做的很大的牺牲 所以男人为什么能去创造这个事业呢 就是原因很简单 家庭 你老婆给你弄的特别好 这时候你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别的事啊 就这意思啊 所以对策怎么样的 对策其实就说白了讲一大堆啊 就是对于最关键的还是这个东西 加强自我的一个心理保健啊 说白了给自己一个心理开导啊 说白了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古代 其实我们古人特别厉害啊 就是说 他们就会就是各种自我开导 比如说我们一句老话说的话 叫忠孝不能两全 这忠孝不能两全 其实最早是形容什么呢 是形容这个君臣关系 君是事业上 孝是家庭上 所以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 其实我们得开导自己啊 确实你在事业上又想成功 对家庭又想成功 这不太可能 不太现实的问题 就这意思啊 好老年轻 老年轻呢 就是主要你退休了 肯定适应不了啊 所以特别那种当官的 肯定是各种适应不了 以前前用后促的 现在好家伙 我这退了休 人走茶凉 我去当单位的没人理我 这很好理解啊 好第二个呢 是主观健康的评价特别差 走个路 哎呀老爷走不动的 腰酸背痛腿揉筋 对吧 就这么回事 第三个那是幸受 哎 这个不讲了 是不是和学院 咱们不能讲太深啊 这东西你自己体会去 我都 我想你们都知道啊 都是老司机啊 下一个呢 对于死亡的一个恐惧 你们越往后走啊 其实你们发现 人越来越怕死 因为到老年的时候 你又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那这时候呢 就想好好享受完生活 等你想 想着生活的时候 发现这病 哪一病都来了 这时候呢 可能想离自己啊 鸽屁已经不远了 就特别吓人 特别害怕 就属于这种啊 对策怎么办呢 其实就说完了就是提高生活质量 说有钱赶紧花了 所以我一直特别赞同 有些老人呢 特别好 就是怎么呢 说白把成立房给卖了 卖了以后呢 到乡下租一个 租一个就是说白小别墅啊 或者是农军 这个农家乐也好啊 好好稍微装修一下 就在那待着 多好啊 东北部有一老太太老头吧 我俩人呢 花了一百多万 在农村买一套房啊 然后好好装修了一下 还请了一用的 这多好啊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吧 就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开心就好 没必要说给孩子留多少多少钱 孩子的意思啊 好嘞 这个你说这么多就可以了 其他不多说了啊 好 我们看这题他怎么考的 关系青少年的情绪 情感的特点 现在说话不正确是什么 其实很多题都是理解一个顺利啊 说在我们这个书本上 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你看比如说情感非常敏感 是的 确实是这样的啊 这小朋友嘛 还是青少年 确实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啊 反应特别强烈 也是这样的 那失格恋呢 受不了了 情绪新进化 什么叫新进化呢 很容易受到参与的影响啊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就是有的地方 有的那个叫什么培训机构也好啊 或者什么这种文化公司也好 不知道学校去卖书吗 他们怎么卖书啊 比如说他卖那个什么感恩教育的书 他就怎么样呢 说你妈妈爸妈多么多么辛苦 怎么怎么样 让这一群孩子呢 哇哇在那哭 哭完之后呢 就开始就是推交他的书了 而我们怎么对妈妈好呢 请同学买我这本书 啪就都买了 这就是这个孩子啊 特别容易被洗脑啊 就是情绪的新进化 所以这东西特讨厌啊 好情感与自然也非常丰富了 这也是肯定的啊 所以你看 丰富敏感强烈新进化 不讲到一码事吗 只有个情绪稳定 是稳定什么呀 像我们这种中老年才会稳定的 所以像我这种 真是完完全心如止水 看听前花开花落 重入不尽去留无意 看天上云卷云书 届是白云仓狗啊 所以半天的答案 当然就选的是义选 搞定了啊 好要点二 不同群体的这个心理健康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并不是考上重点 不是考上重点 就是家庭学校和职业群体 他分别遇见什么问题啊 所以第一个是家庭 家庭的话呢 主要问题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代沟问题 还有个就是夫妻问题 这个代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啊 就是说 其实你可能你觉得你有个孩子 但是这孩子啊 其实跟你代沟很大 这孩子究竟想要什么 咱们作为家长真的不知道啊 这就是所谓的代沟问题 第二个就是夫妻之间 肯定肯定会有矛盾啊 其实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 要不然马克思怎么说这么一句话呢 矛盾是普遍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啊 加强沟通 增进理解就行了 就是玩啊 为什么就喜欢打游戏 你得去了解他 他为什么喜欢打 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那有些玩 他就不喜欢打游戏啊 因为我自己以前干过心理咨询师 其实我还是挺了解青少年这个群体的啊 那有的还是不喜欢玩游戏 那有的喜欢玩游戏 为什么自甘堕落呢 原因很简单 家长跟他是零沟通啊 那没办法 只能在虚拟的世界找到温暖的 就这么回事嘛 这都是题外话 这学校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 学区负担特别重 而且升学压力也大 我们都知道学校其实有考核的 说是说没考核 那其实还是有考核 比如说你这学校重点中学 一学校考的 你考这么十几二十个 清华北大的 你这就是民校啊 这校长脸上就有光啊 那其他学校是不是压力就很大呀 哎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就把这些压力 就转换到学生的头上 这学生就会紧张焦虑 就会产生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对策 唯一的对策就是 你把这个环境给我弄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跟孩子说 哎呀孩子们 你们不一定要考大学 是唯一的出路啊 回头上个技校 也是不错的嘛 但是有学校这么说吗 没有 所以就导致我们当下 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压力都很大 所以这个问题啊 够呛啊 难解决啊 当然这东西你们理解一下 可以了啊 好下一个职业性的群体 职业性的群体呢 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啊 比如说这个工作的环境啊 工作的安排啊 和人际关系上 都会对我们遭到 极大的心理上的影响啊 这个都很好理解 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周围环境 如果很差 这医院乱七八糟啊 脏乱差 你说在这待着 你是不是很不舒服呀 哎是的 第二个工作安排 那工作安排也很好理解 你什么周六周日的班 你是让我值 那别人都值那些 平时的班 你说这时候 我当然心里就不爽了 对吧 还就是人际关系啊 人际关系 我们都知道 这个其实医院 你看似好呀 哎就好像貌似很好 但是其实人际关系 还是有点复杂 对吧 因为大家都是一种竞争关系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和谐社会最关键 就是促进人际和谐 好嘞 这个你知道直接够了啊 往后走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堂课就先聊到这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聊最后一个单元